其實很榮幸也很開心能夠拿到這個獎 我的感言是其實我必須歸功於我們的設計團隊 還有施工團隊的努力 他們現在其實如火如荼的在工作 那由我來替他們 還有我們的設計團隊 還有施工團隊來領這個獎 我必須由衷的感謝他們 當然還有票據的讀者對我的肯定 這是也是要感謝的部分 其實目前我們是對於中國大陸這幾年代跑得很輕 那還有很多設計師是沒有被發掘的 可能這一次他們沒有被發掘出來 其實台灣還有很棒的設計師存在 那我是想說去對未來的展望 是對中國大陸這塊市場或者其他的亞洲的地區 把我們的設計的概念其實慢慢的展延出去 會是這樣子 所以我這幾年基本上會在大陸做一些 一些有機會的話就做一些方案 然後慢慢把這個設計做出去這樣子 這一開始其實當時是許時家許大哥嘛 是他介紹我跟張大主編認識的 那藉由這個關係所以我們進來 那許大哥其實他是我從事這個 室內裝修這一行的第一個攝影師 那他其實陪伴了我一段蠻長的時間 就是成長的時間 他也不斷會鼓勵我 那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蠻懷念許時家許大哥的 不用擔心 感谢观看